六港天候局每年九六七月中央报道时 都会通议将栽败物品专属关键给老有老基金会 今年也同样 希望借由老有老基金会 将这些物品专与试大 另外六港天候局也会有 有能力的朋友和企业 可以做回来做生事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保重好的一项和一项的物资 对它跟它稍稍的同样 这些都是食用油 米条 白米丁 六港天候局 中文葡萄做白料后 会把这些生活用品专与老无老以及各社区 希望给民众感受到社会温暖 送给我们的独居长辈 那有部分是在我们的厨房里面 可以帮助我们自餐 那就是现在目前的话 大概有中午的部分大概送了150位 那晚上的部分 也是这一两年才开始送晚上的部分 是有50位的长辈 独居长辈可以接受我们的天后宫的一些协助 那可以让我们的长辈在用餐上面 其实是更安全 那也更丰富 甘丹両重的观景仪式了 所谓的志工业丹丹丹丸 甘心疲力总部煮八九车 老无老也很感谢马祖部的关怀 让他们的丹保效果的更加努力照顾老人 从天后宫中文葡萄开始了 已经大约末十二年来 我们将这些物资来赠送给一些我们比较年长的这些长辈 然后能够来做一些慈善工作 除外也来做一些泡砖雨衣 那经过这十二年来 我们鹿港的寺庙也好 全台湾的寺庙也好 给大家好像都有更进了 所以这个效果做得也蛮不错的 那么今年我们特别加码了 我们把一些除了以前所谓什么泡面那些给拿掉 我们增加了很多就是日常我们做菜需要用的东西 包括蠔油啊 包括一些这些平常民生用品 那所以让我们这些劳务劳基金会 他们的中央厨房啊 还有一些老人家 他们可以吃的比较营养一点 有需要的电风就有麻祖共鸟 管带麻祖部的队来进行关怀电风 希望保证应用 也有邀请代表正会来关怀社会 让社会有爱有温暖 大众华新闻林菊英 六甘蔡红报道